博留共和国卫生部长率领博留国际医疗资讯等部会官员 是日上午与秀传医疗体系签订国际转整就医合作备忘录 代表双方友好交流 日后博留共和国多了国际转整就医选择 提升博留人民的医疗品质 而秀传医疗体系的国际化医疗行动又向前迈出一大步 博留的医疗的技术跟水准跟我们还有一些差距 所以有一些病人在当地是没有办法得到治疗的 那这一部分大概就是我们跟他合作的一个最主要 这一次签的这个合作协议的最主要的目的 博留共和国卫生部长指出 过去两年多来 秀传医疗体系提供博留人民公共卫生 与远距医疗的服务加汇许多博留的民众 尤其更赞赏秀传医疗体系的设备及医护人员的水准 期望透过国际转证就医合作的签订 让博留民众享受高水准的医疗 当地有一家大型的医院 那他们的专科医师及硬体设备 不是像台湾这么的充足 所以如果他们有一些重大疾病 基本上还是会转送到其他国家 做就诊的服务 包括一些大型的手术 他们当地肥胖的民众比较多 大约占全国77%这样子 那所以我在那边就是有帮他们 做一些减重的部分 包括我有请营养师来帮他们上课 然后有带领大家一起运动 每周运动三次这样子 双方签力国际转诊就医合作后 借由秀传医疗的协助 让博留共和国的医院资讯系统更加完善 缩短当地人就医时间 让民众在就医上更加便利 并提升医疗品质 购音频道林俊明 陆港采访报导